空拍画面下一座大桥白烟直窜天际 乌克兰闪电席俄接近两周最新画面曝光 库斯克地区大桥遭乌克兰空袭炸断 瞬间冒出大量浓烟 乌克兰在一周内前后炸毁两座大桥 是为了阻断俄军跨过塞姆河 避免在库斯克的俄军获得军援 试图打乱莫斯科的补给线 不仅如此 库斯克库尔恰托夫式核电厂的外围黑夜中 警报大响 当地居民用手机记录下恐怖画面 远方还不断传出爆炸声 先前俄罗斯国防部就曾警告 若袭击当地核电厂 他们会采取强烈回应 乌克兰首都基辅周日上空出现 团团爆炸烟雾被炸过的地方 出现一个巨型坑洞 房屋只剩下断源残壁 飞弹残骸还疑似是北韩零件 这已经是基辅这个月第三次遭到空袭 不过就在俄乌双方士兵 在前线交战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钦 从容展开国事访问 普钦专机周日晚上抵达 亚赛拜然首都巴库 一下飞机就和官员握手致意 二媒报道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普钦将与亚赛拜然总统会谈 进一步拉紧战略伙伴关系 TVBS新闻 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